嘿,你好 什么样的Web3游戏会真正的活起来 真正的Web3游戏之下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 在上个月呢 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场 Web3游戏的线下的开发者交流沙龙 我们邀请了一些 做Web3游戏的开发者 一起去交流一下 什么样的游戏 才真正的适合 做成区块链这个领域 我自己也发表了一下 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天在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 再给线上的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看到的Web3游戏 目前还存在了几种模式的一些探索 那么首先 其实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 Web3游戏的创新点 这相对于我们传统的Web2游戏 其实不管是从开发者层面 还是玩家层面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开发者角度 那我们传统的Web2游戏 实际上是 开发者的商业模式 重要的就是付费下载 或者是道具付费 也就是说开发者赚的是玩家的钱 玩家充钱 或者说玩家付费 购买你的游戏 这是开发者他赚到的钱 但是在Web3游戏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Web3游戏 他开发者其实赚的可能 一方面是 NMT的交易的手续费 另外就是你持有这个游戏的token 那随着你游戏运营的越来越好 token价格上涨带来的token升值 这个就很大的不同 玩家层面也是一样的 从传统游戏角度 玩家实际上是消费的 我玩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娱乐 休闲 它跟电影和去旅游 你都可以理解是一样的 那我就是为了去打发我的业余时间去玩 所以我花钱消费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在Web3游戏里当中呢 其实是玩家身份就有很多身份了 有的是为了投资去赚钱 有的是为了去享受游戏的乐趣去消费 还有的他甚至他也会参与到 这游戏当中的共建当中来 所以在Web3游戏 他是玩家其实身份是完全多种不一样的 那基于这个呢 其实在现有当中有些名词呢 我们自己认为是有一些误导的 就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一直叫做Web3游戏 很少会叫其他的名词 比如说就是GameFi 那GameFi呢 其实它是相对于DeFi的去叫的 它更多的其实就是金融玩法过多 它自然而然会有可能演变成一种 类资金盘的一种形式 因为它通过不断的套挖 无限的质押挖矿 然后在各种锁仓等等方式 来去提升你的这个token的价格 第二呢就是Play to Earn 这个其实也是很容易带来一些误解的 就是认为我玩游戏就是为了去赚钱 那其实甚至演出专业的游戏工会 就是去玩这个游戏路毛的 这个反向角度 其实是会加速了这个游戏的生物周期去死亡 因为所有人都是玩游戏 打材料打装备 然后去卖 那自然而然呢 这里材料MT的价格一定是快速的下跌的 那整个游戏内的生态其实就是失衡的 那这个游戏最终 它一定就是走向死亡 因为大家都在卖没人买 那肯定游戏就会非常快的就会死亡掉 所以那我们认为呢 一个好的外部上游戏 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的啊 在现有的状态当中 其实我还是把它分成三个类型 就是第一个就是之前最早我的叫阿谢的这个游戏 其实它的玩法非常的简单 它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MT的交易 然后以及游戏过程当中打进挖矿或者token 然后再通过自押的方式去锁商 变相的减少它的流动性 这样子的价格很容易的去上涨 随着新用户进来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价格涨会非常非常快啊 但是它反向其实就是加速了这个游戏的死亡 因为随着新用户一旦停止的话 那么你的价格一定就会支撑不住的啊 因为没有人再去购买你这些AMT 以及token了 因为没有新用户 第二种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gamefile 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的代表 就是BSC上面的mobox 那么它其实就是把这个LP挖矿啊 跟DeFi里面最常见的20挖矿 而是AMT挖矿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一些休闲游戏的玩法 使得这个整个的结合了 DeFi的这种乐高的形式 带来的一种新的玩法 也同样的道理 它其实也会带来的说 大家都是挖矿 最终一旦所有的人 对你这个游戏的信心下降的话 他一定就会挖提卖 那么你的价格也会下降 第三种呢 其实我把这种游戏链改 这个其实在韩国是有很多人在尝试 就最典型的传奇事 这是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传统游戏的玩法 它是一个MMORPG 只是说在游戏当中 你打出的道具 其实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同时呢 你打到80G以上 你就会有相应的挖矿的权利 你可以去购买它的一个挖矿的权利 然后你玩游戏过程当中 获得Token 这个Token就是游戏内的 一些消耗的一些游戏内金币 那这个时候呢 他希望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那么 目前其实对应刚才这三个问题的话 我们觉得对应的 其实外观游戏现在的困局 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 首先就是玩家少来赚钱的多 那么自然而然投机者多 就很容易的被恶意里困含 因为单个游戏 用户少 流通量用少 就很容易使得这个价格暴涨暴跌 其实很多人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损失了大量的金钱 第二呢就是 游戏生命周期 跟以及玩家社区这样一个很大的矛盾 因为所有的游戏其实都是有生命周期的 那么只是说像修行游戏 它可能周期拐一些 策略游戏程度就会长一点 但是你任何人玩游戏到一定阶段 你一定是会逆的 你一定会想去玩其他的游戏 但是呢在链上的话 因为你资产发出去了 这个资产就会一直在 那这个时候玩家是不希望你游戏停止的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还有第三个其实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因为游戏很多的时候 尤其是像实时经济类的游戏 它对这种信息处理的延迟 其实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你如果完全在链上的话 那其实问题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很多游戏都是这种中心化的 2.5类的游戏 可能只资产在链上 玩法在链下 这样的话它才能支撑这种核心玩法 那整个百分之内的类型 其实现在随着行业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多了 这个图表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中 有所介绍 就不多去介绍了 简单说就是不同类型的游戏 其实它对应的玩法是不一样的 那它内部的循环系统 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开发的成本 比周期也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直期盼着 有外观游戏之下 但其实还没有出现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从我们自己看来 大部分的游戏的开发者 其实都是在去年下半年拿到融道钱的 那这个时候它去做游戏的话 尤其是你像做SLG游戏 MO游戏这种游戏 其实实际上在web2领域 开发周期可能至少是一年以上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时间的意思 把它讲话加快 其实也是要在今年年底才会陆续的上限 现在其实已经有些游戏在做些测试了 但是离正式的上限 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距离 好那刚才提到这么多问题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 我们自己认为或者说理想中的外观游戏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把它总结成三类 就是首先第一种 就是通过这种FID模式实现能启动 因为有这种Free2Pay 或者说Play2Earn的方式 普通用户 它是很容易可以愿意进来 去进行挖矿也好 或者去质押也好 这样的话 它其实 因为我们在传统外观游戏当中 其实你在游戏上限的时候 其实需要花费大量的钱 去进行营销推广 买量 找媒体宣传等等 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费用的 那这个时候通外观三级游戏这种 ToEarn 挖矿的方式 它就能够很好的 零成本的带来大量的用户 那用户进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游戏内的 整个核心的玩法 怎么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平衡 而这个平衡就是我提到的这三类 付费用户 打击用户 以及投资者 三者之间的平衡 你就是说 如果用户进来 他可能是带着打击的目的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游戏 其实我们知道游戏的设计 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其实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巧门的设计 让你进得逐渐的 为什么有free to pay这种玩法 其实就是因为你进来先免费玩 你可以玩着玩着你就会不满足于你现在的这种成长的线 你需要去花钱加速你的增长 同时呢 游戏内有一个很大的社交属性 那你希望 比如我要做到全服第一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通过付费去实现你这个 你需要买更好的道具 你需要去付费去 比如说缩减你的升级的时间等等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体系 就是少量的大二玩家付费的用户 然后中间层面的大部分的打击用户去打出这种好的材料 好的装备去卖给这些大二玩家 大二玩家呢 因为又获得了很好的装备 要很好的站立啊 在服内 可能比如说我成为大家膜拜的啊 这个榜首啊等等 就他他其实是享受到这种玩游戏的乐趣 以及在游戏内啊 这个称王称霸的乐趣 然后打击的玩家呢 他用时间去赚到先用的钱 其实有点类似于叫游戏民工 但其实双方去去相互各取所趋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 其实我把这个纯投资玩家 因为他有这种token在 那他可能就是去买这个代理 他不会去玩游戏 那同样的 他也去支撑起整个的token价格 一个比较稳度的一个发展啊 这样的话 如果这三者平衡能够做得好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理想的 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外部战游戏 另外呢 这个是大家期盼的 就是说 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游戏或者项目 很多时候他在讲的都是一个平台的故事 这个平台的故事 这一个核心点其实就是因为 其后来那种核心的特性 这个游戏资产其实可以做成NMT 然后在链上相互之间去全成的 我在这款游戏打的好装备 购买的一个NMT 或者说头像等等 那我在这个游戏内可以获得一定的争议加成等等 但我这个游戏不想玩了 那我想玩另外一款游戏的时候 如果我这个资产可以带到那个游戏当中去 同样也可以给我一些相应的在游戏内的一些争议的话 那么其实我会很愿意持续在这个平台上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理想当中希望存在的外边游戏 但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看到 我们也非常期盼着 未来在上线这些量可能是有一些其中的 我们理想中的这些玩法 因为在海外 不管是韩国 包括欧美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开发者 他不断在传递的这样的理念 以及不断在这样试探 这种相应的 怎么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平衡 另外就是其实刚才提到的是 完全理解的状态了 现在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一个过渡性的2.5的游戏 过渡游戏呢 核心问题也是现在链上一些很多技术问题 你无法解决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只有通过中间层面的 其中第一个其实就是NPC钱包 去解决运用进入门槛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是玩一个出关的游戏的话 你可能需要去搞懂公药私药 去创建钱包 Gas费 转账等等 这个其实就能难倒一大批人 这个时候呢 NPC钱包出现了 你只需要传统的web2的一个邮箱地址 你就可以注册 你就可以去玩了 他帮你创建一个虚拟的钱包地址 然后你在玩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最后涉及到NFT的交易提现 才会有那种链上的操作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更容易的吸引大量的用户进来 第二呢就是因为我说的提到的链上的性能 还根本无法去满足很多游戏的玩法 这个时候就核心玩法其实是需要在链下的 这样的话玩家体验才能提升 因为你在链上的话可能你玩一局 可能Gas费你就要付很多钱 那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去玩这样的游戏 第三个呢其实就现在也就是核心的 其实游戏的资产MT的自由交易 这个在传统外卖呢 其实也有类似的开放交易的游戏 但是品类比较少 因为它其实是抢了开发者的利益的 就是我明明可以卖道具给你赚钱 但是如果你们之间相互交易了 你就不会到我这去买道具 但这个呢就是咱现有的外卖商的一个核心的特点 就是你必须要去自由交易 所以这样玩家才能体验到跟外卖完全不一样的玩法和体验 这个是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情况 而最后呢其实综合来说呢 刚才提到的每一种形式其实都有游戏 都有开发者在去测尝试 现在其实还没有说一个定论 哪种方式真正的可行 或者说成为持续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着最终有一个某一款游戏 探索出一个固定的模型 这样的话其实然后其他游戏其实就是照着去学习就可以了 就像 阿谢出现之后 然后所有的人都按照阿谢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游戏 它就形成一波小的外卖商游戏的热度 那在下一个这个牛市的阶段呢 那我们希望看到用新的模式去引领这个真正的炼油之下的出现 好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我们也就要我们再一起来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